欢迎收看进军德班亚洲预选赛季战震撼 我们今天介绍这场比赛呢 是一场男子双打的焦点之战 由中国的选手樊振东、王楚清迎战香港的冯耀恩和郭勇 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穿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 穿黑色球衣的是香港队 香港队就是选手也是很有实力 好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来观看比赛 这场比赛非常的重要 关系到谁能够进军德班时评赛 他的意义不言而喻 恰逢教练组改组 任务是非常的繁重 反弄发球 拧起来 然后大头一压一板直线 对方在反思的时候失误了 1比0 中国队领先 反弄发球 白短 然后撇拉一板 斜线得分 这就是左手的优势 不看到中国队上来之后呢 发动的还是比较快 上来就以2比0领先 高抛 白短 好的,这球摆的质量很高 对方在想上步的时候 已然晚了 3比0 高抛 踢场 踢场 踢场完了以后想反而进攻 这球打丢了 有好多观众朋友们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呢 吐槽现场的场地 球拍的颜色 背景 以及地板胶 都是几乎差不多一个颜色 有点晃眼 好的 退到中台之后 一板反拉得手 4比1 中国队打得顺风顺水 调打 对方想反拉 这球调打的角度太大了 反拉没有能够成功 中国队很快取得了5比1的领先 我们看到樊正东和王储钦的这球双打也是非常的有实力 只不过对中国队更多的是在练一单打双打上班的 花费的时间 不是太多 很多时候还是依靠个人的基本技术 5比2 最后一分 白短 好的 这个摆的还是二跳不出台 对方想抢拉的时候失误了 6比2 中国队参加这种预想赛 主要还是做好自己 不转球 然后调打 然后再 翻手加利斯一把 这球打得非常的漂亮 衔接也很快 双方的运动员呢 都是一左一右的配合 跑位还是比较的方便 更多的还是实力的脚量 拧起来 对住 3比7 对方最后一分 由香港队来花球 高炮 拧起来 再加利打一板 8比3 的确是从我们的转播角度来讲 也是 大家看得太轻 拧起来 这球拧的质量很高 直接追身 9比3 中国队在第一局打得顺风顺水 目前已经取得了9比3的巨大领先优势 太短 然后想挑打 这球上不慢了 9比4 王主亲的发球 想挑打 这是一个侧向 而且不出台 10比4 这样中国队就拿到了 第一局比赛的 第一局比赛的 局点 将对方球 挑打 对住 双方形成了漂亮的回合 樊盛东回球 下网 对方压到了 樊盛东的中路 10比5 香港 香港 可以落后5分 中国的男友 局点 白短 拧拉 被防住一板 好的 对方在 反拉的时候 这球打丢了 这样 中国队 并不雪刃 就以11比5 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 我们看到 整个比赛的场地 从全景来看 的确是除了运动员的服装比较鲜艳 整体都呈现的是暗黑色调 包括这个四周的墙壁的颜色 以及球台的颜色 以及地板胶的颜色 都是出现暗黑色系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色彩的搭配 的确对于我们观众朋友们看球 尤其通过电视转播看球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我们不知道现场的比赛 这些球员们 会不会对场地有不适应的地方 也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们想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一个新场地 打比赛的时候 要预先适应场地 灯光和环境 如果是双方水平差不多 你对场地不够熟悉 极有可能导致输球 好的 双方的运动员又回到了场内 马上要开始第二局的比赛 我们看到中国队打的还是很放松 向我给发球 不转 可以吧 好的 一比零领先 反手先上手 凝起来 对方没有能够接住 二比零 中国队开局依然领先 下拳 发力 晃拉对方的反手位 大角度 三比零 通过第一局和这前三个球的表现 让我们感觉双方还是存在着实际上的差距 白短 再回白 上方对路 中国队已经很快的将比分拉大到了4比0 买条 打得很漂亮 江沟被中国队封了回头 五比零 想白短 这球对方发的很转 下网了 吃一个发球 1比5 这种比赛如果有一定的实力差距 上风的一方可能会有一些心态的放松 但这次比赛非常的重要 我们希望中国的运动员能够紧绷神经 能够相对放松 还要重视 6比1 拧起来 拧丢了 又再次吃发球 就选择判断错误 7比1 和第一局一样 很快的中国队将比分的拉开 已经取得了7比1的领先 摆一把 好的 拧一板之后 然后退到中坛 樊振东再补上一把 8比1 的确是这种比赛的强度 不及中国队的训练水平 不转情 然后调一把 得分了 8比2 对方追回一分 对方摆了一个死网 擦网之后落到台内 这球没办法是一个幸运球 对方摆了一个死网 8比4 对方再次追回一分 拧起来 对方想抹一把 这球被顶到 8比4 再次拧了 然后反拉 这球打的也是很漂亮 针对于中国队的拧了果断的采用 侧身反拉 9比5 这球打中 拧起来 这是一个拧冲了 质量非常的高 直接拧到了 反正东的 正手位大角度 而且是法力非常的凶狠 就是活杀的意思 9比6 P长 反正东被顶到 这球面能够挂起来 9比7 双方的差距 已经来到了2分 中国队希望不要松啊 不要以为第一队赢得很轻松 跟他比赛都会很轻松 白短 还要想着细一点 这球太短了 没有能够到 把球拉飞了 9比8 对方疯狂的追分 我们希望中国队的队员 也能够迅速的紧张起来 不要被第一队的假象所迷惑 白短 对方翻入棋板 这球打丢了 这样中国队就拿到了 第二局比赛的局点 反正东的发球 不转 上手 补一板 这球没有能够打到啊 这其实也是一个机会球啊 可见对方的实力 不是很强的时候 自己难以 聚精会神 下旋 抹一板 反而起 就是相持 中弹 对拉 就打得非常漂亮 反动再放一板 好的 这样对方打出了界外 这样中国队 有一个漂亮的回合球 比11比9 拿下的第二局 目前是以2比0领先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看 好看